虽然杭州亚运会已经完美的落下了帷幕,但是持续数天的热情似乎难以消散。 虽然运动员们几乎都已经离开了杭州,但是杭州氛围还如举行旗舰般火热。 网络环境似乎还沉浸在亚运会中,各种短视频平台上都是各种运动员的高燃瞬间以及各种搞笑的采访。 更有很多游泳队、羽毛球队的胭脂高的运动员的精彩剪辑,让很多人纷纷感叹,好看的都上交给国家了。 甚至有更离谱的,很多人在网上磕起了CP,其中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很多人竟然磕起了霍家之子霍启山和游泳运动员张玉飞。 更有传言称,霍振亭已经认可张玉飞,他将是下一个郭晶晶。 在亚运会上摘获六斤的张玉飞将会嫁入豪门。 这次的亚运会获得了圆满的成功,几乎每一个画面都让人印象深刻,很多迷场面即使到现在依旧被人反复观看。 如果说最令人深刻的其中一个画面,肯定有很多人会选择霍家。 作为霍家长子的霍启刚,几乎承担着一个家族的荣辱兴衰。 而谁也没有想到,这样一个富二代也会在追郭晶晶的时候,拿着长枪大炮和粉丝一样抓牌郭晶晶的比赛瞬间。 而在这次的运动会中,不仅霍启刚和郭晶晶两人备受瞩目,霍振亭和次子霍启山的到来更是让人十分惊喜。 甚至有人表示霍启山似乎有喜欢的人,而这个人就是张玉飞。 张玉飞在这次亚运会上表现十分精彩,在参加七项的比赛中获得了六项的冠军。 更是在顶着高升的情况下,依旧保持高水平参赛,获得金牌。 而在游泳比赛中,当镜头给到观众喜上时,霍启山的露面也是引起了大家的好奇。 很多人纷纷好奇,他是来看谁的比赛。 很多网友纷纷表示,霍启山很有可能是来看了张玉飞。 毕竟这一次的亚运会,张玉飞的表现十分亮眼。 更有人表示,观众喜上的霍振亭是为了帮助霍启山寻找妻子的人选。 毕竟当年的郭晶晶就获得了霍老的认可。 一时间,网上关于霍启山和张玉飞的留言不断。 有网友表示,这两人的颜值和其他方面十分合适。 但是也有人表示,张玉飞是游泳冠军,但是霍启山仅仅是个富家公子,实际上两人的能力并不匹配。 就在大家讨论的激烈时,有人扒出张玉飞之前的采访。 有人表示,他的态度已经做出了回应。 在看到网上关于两人的视频时, 很多人都表示,他们两个在一起很般配。 但是也有人表示不认同。 毕竟在此之前,霍启山有很多的感情史。 抛开霍家的光环,霍启山似乎还有一个最大的光环,张子怡的前男友。 因为和张子怡的恋爱让他成为很多媒体的焦点。 在张子怡出道初期,香港的媒体并没有很待见他。 当时的港媒都认为,他并不是一个有实力的人, 都是因为背后的靠山才走入娱乐圈。 而在霍启山和张子怡的恋情曝光之后, 媒体更认为,张子怡是给自己造了一个大靠山, 让自己衣食无忧。 虽然有很多报道给他们很大的版面, 但是很多人依旧不看好两人的感情。 毕竟少有明星能够进入到豪门中, 尤其是霍家这样的红色豪门。 当时的张子怡几乎没有任何竞争力。 但是因为港媒对张子怡的敌意, 因此每一次霍启山和张子怡的新闻都会占据报纸的一大部分。 然而这场由酒会开始的恋情, 却仅仅持续了两年就已分手告破。 关于两人的分手,当时有很多的猜测。 有人表示是两人的感情破裂, 也有人猜测是因为霍家不能接受这样的儿媳妇。 直到现在, 关于两人的说法都没有得到一个最终的答案。 而在这之后, 霍启山也断断循序的有恋情传闻, 其中有一个外籍女友, 在公开之后谈了四年左右的时间, 但也没有走到最后。 据当时的报道, 这段感情破裂, 最主要的原因是霍启山奶奶的不认同。 据之前人爆料, 霍家夫人并不认同这段感情, 也不能接受这个外籍孙喜。 这次和张雨菲的传闻一出来, 也是受到了很多的关注, 很多网友也对两人的CP十分看好。 然而这仅仅是网友的一厢情愿, 并没有得到当事人的答案。 但是在网上传的费费洋洋时, 张雨菲之前的一个回答, 也让众人明白了她的心意。 她表示, 巴黎奥运将近, 她的心思都在训练上, 目前没有考虑自己人生大事的想法。 作为运动员, 张雨菲几乎所有的心思都放在训练上, 从大运会到亚运会, 张雨菲几乎拿了所有项目的冠军, 而明年将会举行巴黎奥运会, 对于每一个运动员来说, 能够登上奥运会, 她们最好的认可。 而对于张雨菲来说, 也是如此, 从小就开始练习游泳, 如果能够站在奥运会领奖台, 为过争光, 也是她的梦想。 同时很多人表示, 在这次的亚运会上, 霍振廷也是作为颁奖嘉宾, 给何世培颁了奖牌, 看起来似乎更像是霍振廷认可的儿媳, 这一幕如同当年她给郭晶晶颁奖一样, 冠军和豪门的恋情, 几乎是每个人喜闻乐见的事情, 不管是大魔王张一宁还是跳水女王郭晶晶, 以及其他很多冠军, 几乎都是驾尽豪门。 何世培是来自香港的运动员, 在自己的事业上也有一定的成就。 很多人表示, 和张雨菲比起来, 何世培似乎更合适。 但是不管是张雨菲还是张雨菲, 都是为国争光的运动员, 他们都是经过长时间的训练, 寒冬酷暑, 从不停歇, 才走到了我们的面前。 不管任何时候, 我们都应当对他们保持最大的尊重, 他们是独立的个体, 不是依附于他人的女生。 不管是哪种说法, 都没有做到尊重他们。 同时, 他们在亚运会本身就已经很紧张, 他们始终把最高的专注力 放在泳池里, 放在自己的项目上, 外界的声音都是对他们的干扰。 而如今的体育圈, 似乎都已经逐渐变成了饭圈。 很多追星人将他们在娱乐圈的那一套 用在体育圈, 尤其是科CP这件事。 几乎每个项目都有人在科CP。 一些言语交流和赛场上的肢体触碰, 都能成为大家眼中的情侣堂。 游泳圈是这样, 其他项目也是这样。 而在这些CP粉中, 受到伤害的几乎都是女运动员。 在所谓的粉丝眼中, 这些女运动员似乎都成为了男运动员 或者所谓豪门的附属。 甚至在这些粉丝眼中, 女运动员即使有再大的成就, 都是因为男运动员的努力, 而她们本身的优秀都被视而不见。 对于女运动员来说, 这是一种最大的不尊重。 她们通过自己努力获得的荣誉, 都被所谓粉丝的一句, 她们好天啊, 轻易磨杀。 而在每个项目上, 我们几乎都能看到女运动员的努力。 女拼, 女男, 女足, 等等。 几乎每一次的比赛, 女生获得的荣誉都援超男生。 而对于这场肥本来说, 张雨菲是真正的人尽清醒, 她的努力也是她成功的关键。 不管任何时候, 我们都应当保持对运动员的尊重。 她们是为过真功的运动员, 是让那个国企在运动场上 冉染身体的运动员, 是让国歌在场馆中 回动的运动员, 她们才是我们应该追的心。 而在体育界, 我们也应当保持理智, 将专注点放在她们的赛场上, 远离她们的私生活。 她们首先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其次才是运动员。 不管任何时候, 我们都不应该为了满足自己的爱好, 让她们陷入舆论漩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